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计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021集的播出 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学子有时候是蛮辛苦的 因为不一定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有父母亲非常充裕的淫淡的资源 根据统计我们有学代的学生就有超过34万人 所以有些同学真的念大学不是任你玩四年 而是你真的要赚四年 当然有些小朋友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困扰 而是因为想要在就学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些社会经验 所以也会利用晚上或者是寒暑假或者假日的时候去打工 不管是因为学校要求实习或者说为了自己赚学费赚经验去打工 都不要忘记保险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为您关心的就是这个话题 讲这个话题之前我要提醒各位就是马上就进入毕业忘记了 很多年轻朋友正在找工作 如果您希望能够有一份时间自由 然后又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 可以有比较多的收入的年轻人 也许您可以选择保险诱元这个方向 如果您想要对保险诱元工作有进一步了解的话 推荐给您一本新的特刊就叫做保险圣经 圣是胜利的圣 您到各大书局或者上新闻网新闻网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您读一读这本你会了解 到底保险这条路是不是引导你走向人生的胜利组 最好的一条路 里面有非常多的非常宝贵的资讯跟经验 可以给您作为参考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一起关心打工跟实习的保险问题 还有权益的问题 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我旁边这位是身上美邦人说的业务长 张财远 张业务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的 谢谢 旁边是年轻朋友都很熟的 一一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林仙雅 仙雅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仙雅 因为我们讲打工或者实习 基本的身份一定都是学生 因为如果是成人就不叫打工或实习了 所以基本的身份是学生 我自己觉得保险 我们买各种不同的保险 像我手上有几张牌 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应该出哪一张牌 我们最怕的就是该出那张牌 还是我没有那张牌 所以如果以学生打工来讲 基本上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有学保 健保 劳保 自己保的伤害险 爸爸妈妈帮我们投保的医疗险 一大堆 对不对 我手上的牌越多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那遇到某种状况是我刚好就有牌可以拿出来 那这样子我就比较不会有失败 或者说负担不起的可能性 可是有一张牌是 我只要具备那个身份就一定有 那就是学生 对 我只要是学生 我一定有那张牌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前 我想先请教业务长 我们现在规定是不是全部的学生 都一定有学保 是的 我想政府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努力推广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义务教育是强制纳保的 那么义务教育它是从小学到高中 所以小学到高中它都是 我们都把它简称为学保 就是你只要注册里面一定有一小部分的保险费 那小学到高中就是强制的 你注册的时候一定要交 那小学之前的叫做幼稚也有托儿数 这个是由托儿数或幼稚园 他愿不愿意加入学保 或者他自己找保险公司保他的 学生的平衡保险或者学生保险 那大专院校 大专院校现在也很进步 很多大专院校它会联合 几个学校联合 或者各个学校它自己找保险公司来办 然后由学生来加入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所有学生都有保险 应该说小学到高中的全部都有 那大学的就看这家大专院校它有没有 还有幼稚圆跟托儿数应该都有 可是它有的是纳入学保的 有的是这个托儿数 它自己找保险公司去承办的 但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九成以上的学校的学生 大概都有学生保险 那山上美邦也是这个学年度的 学生团体保险的承办单位对不对 承保公司 对 今年度是我们这个年续两年 还是学生保险 所以如果是高中的学生 他就一定有学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那我们回来讲到说 如果是一个学生他去打工 那当然很多年轻人 他并没有很足够的保险 或者权力的这种观念 那所以现在你建议我们的 这个学生主要他去打工的时候 他应该向雇主了解 他有什么保险 对 根据这个 我们最新的调查有显示 上班族因工受伤的比例 其实高达七成一 这当中因工受伤 多数是因为工作 引起的突发性伤害 一些意外 或者例如说 学生在做服务业的时候 别烧烫伤 那甚至里面还有一些 是上下班时间的 这个通勤时间发生的意外 这是居多的 这占了五成一 那剩下两成是一些比较慢性的疾病 包括像最近还突出 或者我们说这个妈妈手 对这个晚关节受伤 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 一些长期的疾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工作会引起的 这个伤害是蛮多的 对 那在我们这个 目前的劳保的制度上 是有规范说 只要是你的这个 打工的期间是超过三个月的 然后呢 或者是你每周的工作时间 是超过12小时的 那企业就必须要帮你加保劳保 好 那这是劳保部分 那但是如果你的企业是小于四人的 四人以下 也许他企业可以不用帮你入劳保 但是呢 你必须自己到职业工会去加保 好 这样去保障你 这个工作上产生的这个问题的 这个疑虑 这个部分的保险保障 这个是目前在劳保上面的部分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建议上面 当然到打工族到了这个工作的场所 一般有一些社会保险是一定要的吗 像健保的部分是本来就有的吗 对 那另外就是在劳保的部分 然后就业保险的部分 对 然后还有这个提拨劳工退休金这个部分 对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 这个上班族他必须要 打工族他必须自己要去注意的 这是基本的权益的问题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些工作的条件 包括工作的时间 休假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打工的学生 必须要多注意的 佑长 刚刚提到的那些因公受伤 他刚列举的那些 如果这个学生也好 打工族也好 他就是具备学生的身份 目前的学保都会立赔的吗 对 学保它除了强制性 它有个连续性 连续性就是说我们举例子 虽然每学期注册要交保费 那有个保险期间 可是一年12个月 所以我们把寒暑假各切一半 就是寒假的前一半那一个月 是算上学期的 那下一半就算下年期 暑假也是一样 譬如说七月底以前是算 前一个学年的下学期 八月一号就算 就跟我们的学年度 学年度有关系的 所以基本上他在暑假 寒假或平常的课余去打工 他只要是这个学生的身份 我讲的是高中 他大学如果他大学 他的学校也有投保学生保险 那基本上这个学生的身份 只要是确定的 那这个保险是有效的 他不分这个他是去工作 还是是念书或交通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或者是疾病 他基本上是都有的 好 先生你刚刚提到说 因为打工的时候 雇主必须要帮这些打工组 投保 劳保 健保 那我们先看健保好了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的健保 可能都是用眷属的身份 在家长那边 跟在爸爸妈妈那边 所以他去打工的时候 他需要退保再加入吗 还是就像你讲 如果超过三个月 他才这样做 对 在理论上 你超过了三个月 或者是每周工作 满12小时以上 那你的这个雇主 他就有义务要帮你 在他那边入保 那当然你跟着这个 企业入保的好处是 这个企业这边 也会帮你负担这个部分企业的 对 对 这个保费的部分 那理论上 你不用特别的去退保 对 企业这边加保了 你过去眷属身份 他就自动退保了 对 那比较会遇到的问题是 可能你这边的这个 打工已经结束了 但是你没有跟你的眷属 提到这件事 所以在眷属的企业里面 他们就没有办法 自动帮你加保 那过去有一些现象是 在这样的前提下 他就被锁卡了 那可能失去了这个健保的 使用的机会 那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再跟原企业单位 提出这样子的需求 那由企业单位在帮你把 没有补齐的这个保费 补齐了 基本上你都还是享有这样的 这个身份跟资格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打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人是领日薪 有人领周薪 有人领月薪 那如果领月薪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到达 必须要扣补充保费的门槛 对不对 所以对年轻朋友来讲 他怎么领 可以让他减少缴补充保费的机会 理论上来讲 当然是领日薪比较不容易 就是总共的实心的 对对 这就是这个在建保制度上的一些 一些对对 规范 那我们也会认定说 这个学生如果他打工 毕竟他不是全职的工作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 他能够要缴的补充保费 其实不至于到 他没有办法负担 对那只是 当然这个领日薪的状况 会是比领月薪状况来的好的 好 那很多父母亲 也会帮自己的小孩 投保意外险 那打工的时候 会不会发生一种状况 就是我本来是用学生的身份 可能是危险等级最低的 那个等级投保的 可是我打工工作比较危险的 比方说我都是站在马路中间 拿那个牌子的 那这样子会不会发生 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需要告诉我投保的保险公司 说我的职业有变更 否则会不会影响保险权益呢 休息完 我们再回来 都有 吧 牛 你 他 作曲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根据限料保险杂志的调查 很多人虽然觉得保险很重要 但是仍旧没有买保险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保费太贵 或者自己没有预算 事实上保险不一定是很贵的 而且也不一定是最贵的 最符合您的需求 5月号的限料保险健康理财杂志做的特辑 就是讲最便宜的保险 如果您真的觉得您很需要保险 可是又有保费预算的困扰的话 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本新的杂志 在各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 您就可以知道说 您的保险应该怎么样规划 就可以为您代表一个基本的保障 而且保费是您可以负担得起的 好 我们刚刚提到年轻的朋友 或者学生打工 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您是爸爸妈妈 甚至阿公阿嬷 您都要看 因为你家小朋友打工很多权益 他可能并不清楚 如果你没看 没告诉他 你的权益可能就会受损 就好比我现在要请教业务长的问题 很多父母已经疼小孩 所以该买的保险都买 我们就用伤害险 意外险为例 意外险便宜 而且小孩子在外面骑车什么真的 应该投保意外险 可是如果说小朋友他平常投保 就是一般的意外险 那学生应该是最便宜的等级 对不对 可是他去打工 他选择非常危险的工作 譬如说我们这里有看到说 很危险的工作 譬如说在工地工作 或者操作机械 或者在路上发传单 我们上次看到有小朋友 年轻人在路上穿梭发传单 那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打工的工作 所以如果打工工作 是比学生的等级危险的 我需要告诉保险公司吗 我如果不讲的话 会影响我的权益吗 对 是 在学生保险里面 因为他定为他是学生 而且学保这个因为不分等级 所以学保不会受影响 但如果个人买的商业的保险 那现在蛮多的家长 他在买保险的时候 除了谈到受险 或者有除夕 那基本上在意外跟医疗上面 几乎都会加 那意外以前他跟年纪没关系 但跟他的工作或者职业 是有分等级的 那一般学生他当然是最低的等级 那就打工像刚刚主持人说提到了 如果他从事的工作是 危险性是不一样的 那他可能会变二级变三级 会这样子 那当然没事当然就好 有事就麻烦了 为什么 当在保单条款里面 当你的职业有变更的时候 危险等级有变更的时候 你必须来变更 那变更的时候就要补退保费 所以如果本来学生是最便宜的等级 然后如果去从事的工作是 假设说我们从一级变三级 那他的保费可能要多个五成 那万一如果发生事故了 那这样就会有理赔的一个问题 但从商业保险的所有保险公司的 一个惯例来做就是 不会说这样不赔 而会说那我们依照你交的保费的比率 就是你本来是用一级的 那现在是因为三级发生事情 那就用三级的比例 看你的保费相当也是买到多少的保额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去给付 是还有给付 但是是变成会变少 那当然有人会说 那暑假结束那怎么办 那当然必须再填一个契约变更书 去把他的职业等级再做个变更 变更回来 那再调降保费 所以这个是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个事项 劳保 健保 学保都没有分等级 但个人买的商业保险 只要是意外的 不管是身库或医疗 它基本上是有等级 所以应该要记得去做加那个变更 这个不会麻烦 签个字 那送给保险公司就可以了 好 现在业务长的解释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媒体上 或者听人家讲 遇到这种状况 看到的都是说打折 对 听到了打折 好像还有削额 就是讲说对 其实它是依照保费的一个比例 错觉以为说打工的话 那就要打折 就直接就这样联想 其实它后面是有一定的 它有它的根据 根据在后面的 好 刚刚业务长提到说 像劳保 健保这些 不会因为职业变更产生影响 可是我们打工的年轻人 是不是他只要到一个打工的地方 那个雇主就应该帮他加劳保 对 在我们目前的规范里面是 只要五人以上的企业雇主就一定要帮员工入保劳保 那四人以下的企业可以不用投保 但是员工他自行要到当地的职业工会 然后去入保保障自己的权益 对 那至于在这个健保的部分 理论上它是短期三个月内的工作的话 你还是可以不用到这个企业入保 就可以一样用过去这个依靠眷属的方式来投保 或者是说在这个每周工时 未满12小时的状况下 但如果只要超过了 例如说这个三个月以上的打工 或者是每周工时超过12小时以上的话 就必须要跟现在的这个投保 劳保的这个单位一起投保健保 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力行统计 学生喜欢最喜欢去打工的工作 看起来排名第一是餐饮服务 或者在学校里面参与这个行政工作 还有到补习班去 或者当家教 或者到公司柜台当行政助理等等这些 都很热门 那这几个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是打工的学生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以最常大家最常做的这个服务业 餐饮服务业为主的话呢 比较多是烫伤 或者是说像餐饮服务业 如果你内腕常跑的话 你可能会跌倒 因为可能地上这个有东西的关系 可能会有跌倒 或者是如果你做吧台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 手的这个切伤啊 这些小小的伤害啦 小受伤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比较多是发生在 通勤的时候 对那你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比较内情的工作嘛 那可能比较多重大的伤害是发生在通勤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家教的部分 因为他其实不是雇主 他是你是特殊的职业 对自由工作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可能要投保这个 你不会有这个劳保的保障 所以你可能就是刚刚提到 你可能投保这个当地的职业工会 然后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是 那业务长保险公司 有没有让学生去打工的 保险公司 你是说学生到底没有在打工 我们基本上 我们那个称为实习 现在大概有蛮多的技职教育 所以我们可能在暑假 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 或者做一些所谓参访 这样的一个实习 那不过刚刚谈到这个就是 我自己念书我要打工 那我打工呢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很好 我觉得他们除了要赚钱 可能对未来的生涯规划 或者他所学想要去做一些 在毕业前的一些了解 以前我们的打工是为了赚钱而已 多赚一点钱 那我去打工的是 我念冯甲 那枫岩 可是中部的枫岩 最有名的是家具 家具工厂 所以我是去聚木材 那是我以前工作 但是不是用手这样拉 它机器很厉害 那个电锯就这样 那我只要把木头靠近它的设计好的机器 然后把它推过去 另外一个同学就在对面把它拉过去 然后他再丢回来 我再弄过去 那一个不规则的木头 拉过四次就变成建材的木条方正的 我们做那个最简单 而且那个 那是钱比较多 那一定是危险性比较高的工作 那你知道有人这样也会打瞌睡 杜估然后连手也推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发生之后 整半都跑光光了 就吓坏了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一到就有劳保 就有劳保 那所以过去还没有健保的时候 劳保里面有医疗 所以当然雇主有几副 多过劳保 而且也有未问津 当时我们还笑那个同学说 你还赚到 但是这个我想说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其实去打工 对很多 刚刚有提到餐饮服务业 可能烧烫商跌倒 然后如果我们想说制造业 那就可能很多的职业灾害 那当然如果到保险公司来 可能应该不是 应该是很疲劳吧 因为有很多的文书的工作 很多专业要去学习 所以我们公司有提供少部分这样 但是大部分都是短期的实习 那基本上有一些可能是 是刚前面最前面讲到 他是没有给付的 所以没有给付 没有给付任何薪水或津贴的 他可能来参访的 所以那些可能就没有 没有 我们公司可能就 我想很多企业就像这种参访 也没有帮他办劳保或什么 因为没有给付 你也不知道投保薪资要从何保起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就是纯粹的 他自己的学保的身份 或者他个人的保险 对我们现在谈到实习 那现在越来越多学校有实取的学分 大家最有名的是医学院的学分 他如果没有经过那一关 他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成为一个医生的 所以我要请教先生 就是说通常我们讲实习的时候 除了幼长提到状况以外 有没有哪种实习的状况 是一定要为学生投保 劳保的 其实这个实习的定义是非常的广泛的 但是我们要看你的这个契约里面 你的目的性是什么 那有些实习它是以教学为目的的 或者是很短期的 甚至刚刚财富长这边讲是参访 那像这样的部分呢 理论上它是不属于雇佣关系的 但是如果另外的方式 它是以这个提供劳务为主的 有雇佣关系前提之下的 我们就一定要帮他劳保的部分 那这当中又取决于说 他有没有领这个训练生活津贴 如果他有领津贴 我们可能会解释成薪水 但是他的概念其实是津贴 那如果你有领津贴的话 那企业跟这个实习的学生 可能就要各自负担部分的 这个劳保的费用 但如果他是没有津贴 而他又有实际提供劳务的状况的话 这样子企业就要全额帮他支付劳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是实习 有雇佣关系 有劳务提供的 所有的学生都要入保 过去我们都称医学院在实习的 这些医生叫实习医生 那叫做实习医生的时候 感觉上他就一定是正规的 对不对 有雇佣关系的 可是比较正确的讲法 他们应该叫做实习医学生 那如果叫医学生的话 那个权益的观念应该就 就可以非常清楚 好 那我们休息会再来回来讨论 另外一个 现在也有很多学校 或者年轻朋友在做的一件事情 叫志工 那志工的保险又是怎么回事呢 休息会再回来 等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任志工的保险又是怎么回事呢 任志工的保险又是怎么回事呢 叫做开车要保险 这开车当然包括骑机车在内 因为骑车开车都是我们最容易发生事故的那个时间点 常常发生在那个时候 那很多保险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开车过程当中的危险的 所以您可以到现代保险资讯网去看一下 开车可以买什么保险 那我们后来讨论刚刚我提到说志工 因为志工现在也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 有时候是学校要求的这个劳动服务的学分等等的 所以如果是志工有没有 有没有劳保 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志工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学校大概从国中以上 台湾目前学校很不错都会推动 说你国中以上可能每学期你要去做两个钟头 或者是几个钟头的志工 那你要去你的邻里或者什么慈善机构 那更多的是这个成年人参加的一些志工的团体 所以这两者不太一样 那不过我先讲先几条件 如果是学生去当那个所谓 一学期几个小时的志工 这些我相信那个志工的单位 提供志工的单位 他不会给他任何保险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卫福部 他有弄一个计划 这个是由这个台湾银行他来办理的 这个卫福部他这个办理就是 那他是有办一个叫做志工的保险 但这个保险他仅限于意外 就是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意外事故 那有保险来做保障 那这个跟原来他的身份的保险 是不抵触的 是可以加种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是 本来这个人是他自己有保险 而且他又有劳保 那现在他志工有那就多出来这个意外钱 那我讲的是这个很多的这种志工 大部分都是短期或非固定的 比如说医院我们去看 是不是有志工 护证事务所是不是有志工 那这些志工就是我讲的后者 可能就是看这个单位有没有提供 那如果没有提供 那就跟那个学生去做几个钟头的 劳动服务或志工服务是一样 是没有的 所以他大概只剩下自己 自己身上原来的保险而已 好 那我们这里三月份时候有个案子 这也是我们要讨论志工的原因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这是一个南义大台南艺术大学的学生 他参加一个马拉松赛的志工活动 那他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顾问公司 他承包这个马拉松的时候 他是有帮学生投保意外险 有帮学生投保意外险 这已经是不错的了 基本上 已经算是有基本的sense 也有知道这个责任 可是问题是因为他投保的时间是 早上五点到下午两点 他切了一个这么短的时间来保意外险 可是他要求去做这个志工活动的学生 要四点钟就要报到 所以四点钟到早上五点钟 这个就是一个缺口 没有保险 然后又不可能是两点就准时结束 因为学生还要骑车回家 所以这个事故就发生在两点钟结束的时候 有个流行的南大学生 他发生车祸 而且他非常不幸就过世了 还有他的一个女同学 搭载他的机车的 所以我想请教就是说 像办活动这样子投保了 那个保险公司不赔 这是合理的吗 对这个就是在 刚刚提到 我们提到名词叫志工 但是对于这一个传播公司来包这一档活动 那他就是应该有雇佣的关系 可是我现在举个例子 运动休闲管理系的学生 可能他必须去参加马拉松 或运动球赛 要去做实习 所以我说现在的学校教育不错 让他们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但这个传播公司他包了这个 他到底没有帮他买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说不定是没有支付给这个学生 因为这个学生可能是相关科系找来的 我给你这样的机会实习 但我可能给你保险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很不幸 就是说他在投保 是不是为了神议算 没有把他的通勤时间给算进去 一般来讲我们的 我们劳保也有所谓的职业灾害 职业灾害 不会只算你的上班时间 应该是加你上下班 加两个钟头也许 因为通勤时间 在大台北地区 一个钟头可能跑不掉吧 他其实算因果关系 如果你是因为要去上班 如果我要去上班发生 那就会算成这一串里面的 对 有因果关系 他就是要灾害 所以我说老保的职业灾害也是这样定的 所以这个建议 未来主办的传播公司 他如果既然要保 是算一个不错的传播公司 你应该把时间往前往后 多拉个几个小时 保费应该不会增加很多 但是用很少的钱 换很大的担心 这样子对那些志工的学生 也比较有交代 所以我觉得像那个事件 唯一最差的问题就是出在 你那个时间点卡这么紧 那就造成很多的是 我们很难意料的一件事情 对 刚刚佑长提到说 其实我们就是保全天 我想没有保费差距也不会差太多 一天跟八小时跟半天 我觉得他保费不会差很多 我觉得这是主办单位的 保险的观念的问题 舒服 或者是帮他们规划的人 应该专业度是有待加强的 而且我们保险公司 也比较喜欢卖一天的 因为一天大家好算 不然你要切十个钟头 我不是算二十四分之十 我一定要算 你这个钟头其他时间没有 因为他切那个危险 最集中的时间 其实那一块是很贵的 那一块跟整天 因为最贵的就是那一块 从清算的角度 应该差一点点 这个事情就会对学生 或他的家长有交代 所以这个是 对学生来讲 我是去学经验 所以我是志工 对传播公司来讲 你这个是包囊一个活动 那你本来就应该支付 或者是本来就应该帮他保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年轻朋友 到海外去打工的风险很盛 或者游学 那比方说我们 就前不久看到 尼泊尔那个大地生 我们还有一些台湾去的民众 还不知道是不是安全 那我们也看到里面 有一些年轻人是去学逢的 那我们不知道 还有没有学生的身份 可是如果像我们 有年轻人到海外去求学 工作或打工 我想先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朋友 那么喜欢到海外去打工 或者甚至于是就业 其实因为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 其实对年轻人相对的不友善 我们常听到清贫族 有没有 清贫族或者是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 是高达百分之十几的 对 那像这样的现象 其实他们面临低薪 然后企业接受度不高的状况下 当然会自己去强化自己的 这个职场的竞争力 那怎么强化呢 最好最快的方式 先拓展他的事业 然后订定很明确的 这个职业规划 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就业环境 包括学生的环境 都提供了非常多 让大家可以到海外的这个机会 包括说打工度假 或者是暑期的这个学生的打工 或者是我们有鼓励撞游嘛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他也会运用各种交换学生的机会 还有国际志工的方式 到海外去增网见闻 然后培养一点点在外地的生活跟工作的经验 那这样的人呢 他回到台湾 其实对他的这个职业是有相对加分的 所以变成现在的学生 也很积极的利用这样子的资源 去到海外去 那这当中当然就是牵扯到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能有工作的问题 可能安全上有顾虑 不过因为目前在这个劳机法的规范下是 你到海外的部分 它就是属于海外的国家的部分的规范了 所以等于说你要看你自己的工作的状况 还有当地国家的规范 那在就业的部分 是几乎是没有这个社会保险方面的保障的 我们就看到像澳洲是我们年轻朋友最喜欢 最多的 对 去游学或打工的地方最多 对不对 那这里就有个案子 就是有个阳性的同学 他就是到澳洲去打工 结果那边的雇主没有帮他投保 后来他在那边受伤 而且是重伤 那也没有办法支付医疗费用 然后要送回来台湾 费用额要到一百四十几万 根本没有办法负担 所以我想请教就是说 如果我们到海外去打工游学 我们的保险应该要怎么处理 好 所以讲到澳洲 我刚好有认识的朋友的小孩 去澳洲做那个 踩水果 踩奇异果 踩奇异果 然后呢 回来晒得黑黑的 然后还告诉我说 他赚的澳币都贬值了 等于在台湾打工而已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赚多一点 他说赚多一点的是杀牛 比较弱 那很辛苦 所以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不简单 但我赞成你去开拓四月 然后你肯吃得了苦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应该给他掌声 那台湾真的是低薪的环境 还有机会真的是不多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以后要努力的 但是呢 这一些出去打工 那必须要注意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啊 我大概来把它做一个 做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在台湾的身份 比如说你是学生只是暑期去两个月 那OK 因为你的学保还在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你不是 那你在这边呢 健保还在 因为你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嘛 说健保还在 说第二个没问题 但第三个是你去那个受雇的单位 其实你去之前在网络上就要查清楚 或者要去询问 你有没有提供我当地的 任何的社会福利 或者是有关于这个工作的 叫什么work cover 或者work staff 这样子的一个投保 如果没有最好不要去 那表示这一个雇主应该规模不大 也不是合法的 因为澳洲跟我们比来讲 他可能是比较开发先进的国家 但是他缺乏基层的劳力 所以他要你 但是他要你 他如果不够大 这个你不要去 因为有很多可以选择 不然的话等事情发生 来要大概要不到 那我要讲的是 我们的健保随时张开双手欢迎 台湾的健保亏钱就这样 国外受伤 不管你在哪里 你都可以回来妈妈的环保 会申请 但是申请就是我这边就是 所以这个机会跟年轻人讲 你的所有的单据 诊断书 明信 你要带回来 但是健保也不是 像国内就通通给你的 因为那个有费力的问题 有国外的医疗的计算是比较贵的 所以回来会照台湾的这样来 得一标准 因为健保 大家交扬的保费当然非常是一样 所以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自负的部分 所以真的要去那很好 但是可能在保危险这件事情 有先问清楚 这几个要问清楚 还有自己的保障是什么 弄清楚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 小心是不是危险的公众环境 好 那年轻朋友想要到国外去打工的时候 都很兴奋 比较少真的去想想看 这个安全跟权益的问题 那下个单位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家有小孩子 要到国外去打工或游血 你应该怎么样帮他做保险的规划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把握每个梦想 变成去追 欢迎回来 很多观众朋友说 我们这个节目 为什么能够播到1021集 为什么可以 您就知道 就是因为保险是很专业的 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讲得清楚的 就算你知道这个险种 你也不一定知道 另外那个险种 跟这个险种有什么关系 比方说我现在要请教 业务长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出国 那就一定是保旅行平安险 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我是出去游学 或者打工 那我就 因为我就是要出去打工 出国 那我就保个旅行平安险 甚至我就到机场 才去买一个旅行平安保险 这样子对不对 是不对的 因为旅行平安保险 我刚刚应该先问贤阳 看他觉得对不对 你说测试一下 其实是这样 因为旅行平安保险 他已经定义去旅游 当然旅游有可能面临的就是交通工具 然后在旅游的环境 或者包括这个在海外吃了拉肚子 这个海外的这个突发疾病 这一类的 那旅行平安保险也有一个限制 就是他最长是180天 因为旅游 旅游很久 你可能要中保 没人一保保三年 还是保一年去旅游 因为台湾能这样旅游的 大概只有年纪很大的老板 一般是不太可能 所以旅行平安保险 因为它的定义是这样 所以那么如果是去 去这个度假打工 或者是什么去游学 其实我们建议它是买一整年的 该买一外钱就一外钱 该买其他的保险 就是买一整年 其实旅游平安保险 跟一外钱比起来 旅游平安保险并没有比较便宜 因为我讲没有比较便宜是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 搭船搭火车搭飞机的工具 所以在计算汇率的时候 已经都把你包包在一起 但事实上你如果是去游学打工 你到了一个定点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交通工具 你纯粹就是去工作的 所以假设到时候发生事故的时候 事故原因是在工作里面 就像我刚刚讲巨巨子 还是摘奇异果 奇异果还好是用藤蔓的 不用爬很高 如果摘椰子那就麻烦了 所以那就是猴子做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当你的理赔诊断书一开来的时候 它不是旅游 所以旅行平安保险 它就会除外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 那个不能便宜行事 说以为这样比较简单 那这个反而是 你花了钱没有保障到 反而是不太好 所以旅行平安保险 它就是付旅游相关 那如果该是游学打工 那当然应该是去保完整的 该保的显重比较好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 比方说深耕国家 他们会要求你要去的 一定要先保 你要来 你把保单的英文 先保好带去 对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常要出 那个英文证明给人家 因为有些学校 你就连要去那个暑期 暑期游学都要深耕 美国的现在有些学校要 所以我们常必须开 你自己买的保险的英文译本 给它 它才会接受你 所以有一些国家 或有一些公司或学校 其实他们都蛮注意这个 因为你来会造成它的负担 你要没钱可以移的话 对对所以你最好有 甚至有一些是你有 到了他还要教你交保险费 比如说他也有学生保险 你要教我才让你来入学 虽然是短期 所以其实保险不贵 贵的是生活 就是生活当中很多都要花的 所以你把它算进去 就像旅行平安保险 我打个广告 网路上也可以投保 机场可以投保 可以找优远投保 你把它当成你旅游的 预算里面的一两千块 那你就不会觉得贵 如果你觉得是 加两千块 觉得很贵 但是你如果再评估 我本来是要五万去旅游 变成是五万五 是旅游的费用 吃喝玩乐 那算在里面 它是其中一项就OK 很多年轻朋友出国 他有预算都是要买东西的 对 买吹风机买手机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受险的部分 事实上产险公司也在出国旅游 或游选有一些保险保障 我们采访了富邦财务保险公司 总经理陈蔡华 陈总经的一段 关于产险公司建议 我们出国旅游 或者游选应该怎么保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暑假 那很多学生会趁暑假的机会出去 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 都会去当志工 或去打工旅游 那就国内方面的话 除了雇主提供的劳健保之外 那些打工旅游或实习生 他们还可以购买哪些保险 来加上自己的保障 是 我想暑假期间 年轻朋友到国外去游学 打工 我想有三个行动应该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他的健康保险 第二个是他个人的意外伤害保险 那第三个呢 他必须要注意到 可能造成别人的伤害 所以个人的责任保险 恐怕也要一起注意到去购买 那一般人出国 通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旅瓶险 那旅瓶险里面 其实应该就有包含 意外险跟医疗险方面 那为什么recover的部分 还要再另外购买保险吗 好 不想 旅瓶险是一般人所 比较容易去购买的 但是旅瓶险 他只有180天的这个期间 所以如果 超过180天的话 他恐怕要去注意到说 他可能会超过这个cover的范围 那另外一个就是 旅瓶险 他可能 有包含 个人的意外险 但旅瓶险没有包含个人的责任保险 所以当他考虑到说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伤害的时候呢 个人的责任保险还是要特别注意 所以另外再去考虑去购买一个适当的个人责任保险 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您刚提到旅瓶险只有180天的保障期间 那如果说如果是长期在国外打工旅游 那一年两年的话 那他们是要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保障 如果超过180天的话 是的 所以我想旅瓶险他重点还是在于说 他是旅游的平安 但是如果超过180天 还是要去思考说 如何去买一张适当的 一年期的 或长年期的这个保障 这样才是他能够一次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完 而不要去担忧 所以买一年期的保障 才是一个年轻朋友 可能要比较适当的一个保险的购买方式 欢迎回来 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说保险专业 所以难免有时候 我们在看保险条款的规定的时候 会产生跟保险公司在认定上有一点不同 现在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成立的 小者服务中心 就扮演一个这样的平台 如果你有跟保险有关的问题的话 您可以打电话到0288665238 去预约义务的顾问们 可以协助您的时间 顾问们会给您最专业最客观的协助 让您得到您自己满意 保险公司也满意的答案 好 那我们回来请教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流行外币保单 听很多人民币澳币什么美元 我们也看到有些公司打广告说 他们也推外币医疗鞋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到澳洲去打工 你会不会觉得我应该买一个 外币医疗鞋的保单 如果时间长的话 我觉得会想要买买看 也许这样子这个汇率上比较能够平衡 那幼长这样子想法是不是一半一种 对 他这个答案是正确 所以我们前面在讲 出去要买什么买什么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到当地 买一个当地的医疗鞋 然后你因为到当地 那就用当地的货币 那买当地的医疗鞋 当然那你要去评估 我现在举澳洲 你用澳币你就不会有汇兑的问题 但是第二个是澳洲 它的计算的费力的基础 会比台湾贵还是便宜 这个是要考虑的 那目前国内有销售外币保单一段时间了 那主管单位也开放 现在人数保险公司可以卖外币的健康险 那当然这健康险 讲健康险就是跟医疗相关 但是因为台湾这个虽然名字大开 但是对于外币 因为你是要去出国治疗吗 还是在台湾治疗 所以外币目前的 外币的健康险目前 只开放一次性给付的保单 所以我们那个什么住院几天 下次又怎么样 那个目前国内都还没有推出 就是我们法令上还没有同意推出 只能一次性给付 那一次性给付的健康险是什么呢 就是譬如说重大疾病 譬如说癌症保险 或者是什么特定伤病 因为那个一逆换 然后就一次就给付 那这个给付也比较好算 就是一次都给你了 没有什么 我举个例子 如果是分期给的 那就每次的会例是不高的地理 那如果这个客户是在国内治疗 那我这次领到 这次申请礼服一换胃回来 怎么扫巴巴 类似这样 所以目前大概我们只能做一次性的给付 所以刚刚讲 如果想去买国外或者用外币的 那应该到了当地去买 我想这个是又更健康的 就是我什么都有了 我到当地 我再花一点小钱 再加一个 就打算多杀一条纽来换就好了 就在当地比较安心一点了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打工 那我想请教先来 就是您提醒我们年轻朋友 如果要打工要实习 在签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打工的时候 一定要针对这个工作的内容 工作的时间 包括假期 休假日这一部分 还有工作的地点 这个蛮重要的 去针对这个部分去了解以外 要了解 另外要多关心自己的工作安全 知道说这个地点的安全性 这些考量 那此外还要有关于 这个社会保险的部分 他有没有依照这个法令的规定 来投保 那另外还可以多问一下 企业在这个雇用上面 有没有所谓的团保 或者是在特定的这个活动 特定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保险 这样子其实他可以增加这个 学生在进入这个企业之前 有一些心理准备 还会增加学生进入的意愿 他其实可以当成一个 就法定以外的保险 他可以当成一个员工的福利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间企业到底 有没有在关心他的员工 这样的状况我们去了解 然后去选择适合的工作 这样子我们是会比较建议学生 用这样的角度 好 优长你们今年承保了这个学生保险 有多少倍保险的学生 全国的学生大概有400多万 但是小学到高中大概300多万 他刚刚讲大学生大概上百万 所以但是大部分的脱额手 优先都有加进来 好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机会 让我们这么多几百万学生的家长 了解学生保险 可是它真的很重要 我们只知道要缴保费 可是对那个权利内容不清楚 那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让你介绍 但是告诉一下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他想知道这一方面的资讯的话 他应该到哪里去看 好 如果这第一个 你只要打学生保险 你就上去 大概就可以搜寻到相关的报导 除了我们公司 或者现在业界的规定的 学保它是一个基本的示范的 那我简单来讲就是 有意外 有疾病 意外跟疾病引起了 身故 残废跟医疗 意外 讲原因 意外或疾病 那赔的项目是 身故 残废跟医疗 所以打学保 学生保险 就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知识 那我们也要提醒教授 一定要去看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要不然我们就已经听到了 我们就已经听到了 没有也就已经听到了 这里 我aches开始